战斗情报 听到指令所有人员就战斗位置 中国央视特地公布 解放军飞弹驱逐舰南昌舰 在黄海进行操演 科目包含海峡封锁要道 对台企图吸引不言而喻 另外素有小航母支撑的 075型两栖攻击舰 也加入到解放军东部战区行列 中共种种动作似乎都是为了 台海恐将一战准备 美国国防部官员也在 国会听证会警告 中国军力扩张强化台湾防务 是当务之急 除了提供武器 美国也再三呼吁 台湾必须加强战备 除了现役人员 广大的后备部队 也必须加强战力 因此国防部公布了新的教招制度 天数增加两倍变成14天 而且是每年都教招 射击训练大幅上升至28小时 战斗教练56小时 都比过去增加两倍以上 甚至为了提升民众意愿 招满四次 若主动报名第五次将获颁奖金 解招一年内 去国军医院看病免除挂号费 企业也有员工减税优惠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愿意去吗 不会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企业的经营人 所以这方面对我来讲还好 对少部分来讲会有一些吸引力 对就是可能现在年轻人 有些比较没有在上班的话 他可能觉得无所谓 可是如果在工作的话 应该是还好 有奖金然后公司这边又合理的话 我觉得是OK的 新的教招制度有没有效力 还是未知数 不过加强国军战力 先跨出第一步 才有更多本钱对抗中国 强大的武力威胁 环宇新闻张家宝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导 公民投票决定政策方向 反莱猪尽口 公投绑大选 重启核四 珍爱藻礁 台湾的下一步 人民如何抉择 12月18日晚间10点 请锁定 有评有据看台湾 决战四大公投 特别简单